最近,我终于攒够了钱,在市区买了一套平价公寓。 可是令我没想到的是,我搬家之后没多久,怪事就跟着来临了。 先是我刚搬进新家才一天,我的邻居就突然过来敲门。 你好,请问有什么事吗? 我打开门,看着门外的邻居大哥问道。 邻居大哥却阴森森地警告我说,凌晨三点听到敲门声,千万不要开门。 丢下这么一句眉头末尾的话后,他就直接转身走了,然后砰的一声,把他的房门给摔上。 隐约,我还能听见从他房子里面传出几声女人尖利的喊声,我一头雾水,不由嘀咕了一声,怪人,就关了房门。 可事情到这里远远还没有结束。 因为当天晚上,我睡到半夜迷迷糊糊糊时,竟然听到我的房门被人敲响,先是轻微地扣门声,后面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疯狂的撞门声。 我吓坏了,猛地从梦中惊醒,耳边的声音愈演愈烈,果然是我的房门在被人猛烈地撞击。 我抬眼一看,看到墙上挂钟显示的时间,正好是凌晨三点。 我吓坏了,该死,难道邻居大哥说的是真的? 谁呀? 我试探地问了一句,谁知门外没有人回答,只是疯狂地撞门,我觉得下一秒,我的门都要被撞塌了。 我躲在被窝里,不知该如何是好,不知过了多久,门外突然传来了几声凄厉的乌叶声,救救我,求求你救救我好不好,这次我是真的被吓坏了,一直躲在被子里捂着耳朵瑟瑟发抖,不敢出疏,我不知道,门外的到底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 这一晚上,我都是在恐惧中度过的,但是事情还是没有结束,因为每天晚上凌晨三点的时候,我都会准时被敲门声给惊醒,问是谁,也没有人回答,门外只是一直传来救救我的哭声。 这已经严重影响了我的生活,终于在某一天,我实在是受不了了,在敲门声再度传来的时候,我从厨房拿了一把刀,就打开门冲了出去。 但是门外却空无一人,只有走廊里昏暗的灯光一闪一闪的,阴森恐不极了。 我拿着刀站在那里有些不知所措,就在这时,我突然看到一个红衣人影从电梯的方向一闪而过。 这下我终于确定了,一定是有人在恶作剧,我拿着刀就追了过去。 该死,别让我抓住那人,不然我一定要他好看,眼看那红衣人影走进了一辆电梯,我也飞快冲了进去。 叮咚一声,电梯门被关闭,可是下一秒在电梯里看到的景象,却让我吓得满头大汗,后背寒毛直竖,因为电梯里面只有我一个人。 我揉了揉眼睛,还是只有我一个,难道是我看错了? 可我明明看到刚才那个红衣人影进了这辆电梯呀,就在这时,电梯突然晃动了几下,再然后,电梯上的数字就开始疯狂地变化。 21,18,11,6,2,1。 明明我什么都没有按,电梯却在急速下降。 我吓坏了,一直捂着眼睛不敢看,不知过了多久,电梯终于停了下来。 电梯门支呀一声被打开,然后又被关上。 似乎是有人进来了,因为我听到了几声轻微的脚步声,接着,有人问我, 你怎么了?听到女人的声音,我终于松了口气。 有人就好,有人就好,我松开手,正想回话,可是下一秒,一句没事却硬生生卡在了喉咙里。 因为电梯里面除了一双红色绣花鞋外,什么都没有,哎呀,我再也受不了了。 疯狂地按着电梯上的警报按钮,救命啊,谁来救救我呀,但是无论我怎么按,电梯它都自己启动了起来, 然后上面的数字又在疯狂地变化。 一二三,六,可是我们这座小区只有一和二楼,根本就没有什么三楼,更何谈六楼了。 难道,看着摆在我面前的那双属于女人的红色绣花鞋,红得触目惊心,也红得让我胆战心惊。 我害怕得不得了,一直躲在电梯的角落瑟瑟发抖,等着电梯自己停下来。 不知过了多久,电梯终于停了下来。 电梯门一打开,我就看见一个一身红衣,披头散发的女人走了进来,而且她的脚上是没有穿鞋的。 只见她慢慢蹲了下来,捡起地上那双红色绣花鞋,轻轻地抚摸着,问我,这双鞋好看吗? 二十二,随后,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张苍白,没有任何血色的脸。 呼得,女人诡异地笑了,裂开的嘴里满是鲜血。 啊,鬼啊,鬼啊,我吓得尖叫,立马冲了出去。 为什么要跑呢? 身后,那个女人还在嘀嘀咕咕地追我。 我更加吓坏了,只能拼命地跑啊跑啊。 生怕被她给追上会死于非命。 前方好像是一个走廊,一片漆黑又阴森森的,根本就看不到尽头。 可是后面那个女人还在不停地追我, 我不能确定她到底是人还是别的什么东西,所以线下也顾不得什么了,一头就跑了过去。 但是后面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因为我发现,无论我怎么跑,都找不到出口。 我记得每个走廊的楼梯口左右两边都有的,怎么会突然找不到了呢? 我只能在里面不停地绕着,可是那个女人同时也在对我穷追不舍,心急避乱, 一个跟腔间,我不知办到了什么,一头就栽倒在了地上。 后面,那个女人成功追上了我她手里,还拿着那双绣花鞋, 咧着鲜红的嘴唇,一步一步慢慢走向我。 笑得我她一直诡异地朝我笑着,头皮发麻。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我吓得拼命地往前爬。 突然,一双黑色皮鞋出现在了我面前,来人问我, 你怎么了?我抬头一看,见是邻居大哥,顿时喜极而泣。 像是见到了救星班,我立马从地上爬了起来, 一把抱住了邻居大哥鬼呀,有鬼呀,快点救救我。 邻居大哥一脸凝重地将我从他身上给扒拉下来, 口吻严肃说,那不是鬼,是我老婆。 什么?你老婆?我惊呆了, 她眼看向对面那个女人,她是有影子的, 不是鬼,不是鬼就好,这是怎么回事? 我拍着心口惊魂未定地问邻居大哥, 他妻子好端端地,为什么要大半夜出来装鬼吓人呢? 老婆,回家了,邻居大哥一边牵着他妻子的手, 一边招呼我跟他一起走。 在上楼的过程中,他跟我说了他妻子的事情。 原来自从他们的孩子不幸坠楼身亡之后, 他妻子因为自责没有保护好孩子, 精神开始崩溃, 每天晚上凌晨三点都会出来敲别人家的门, 在那大喊大叫。 邻居深受其扰, 但因为同情他们家的遭遇, 所以也就默默忍受着, 但是新搬来的我并不知道, 所以那天邻居大哥才会来敲我的门警告我, 只是我没有听进去而已。 听到这里, 我唏嘘不已, 而第二天,我出门上班去坐电梯的时候, 只见昨晚差点吓死我的电梯门口, 放了一个正在维修的牌子, 原来是电梯坏了呀。 那么, 昨晚的怪事就可以说得通了。 后面, 邻居大哥跟他妻子搬走了, 听说是回乡下老家了。 而凌晨三点, 再也没有人来敲我的门了, 接下来为您讲述第二个故事, 甲孕风波。 检查出怀孕后, 男朋友一家开始对结婚的事避而不谈, 笑死, 算盘打的外太空都听到了, 但是他们不知道的是, 他们心心念念算计的那些, 我一点都不放在眼里。 更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 我压根就没怀孕。 从医院出来后, 我还有些恍惚, 没想到, 我竟然真的怀孕了。 化验单散落在化验室门口的桌子上, 没有人看着。 但我还是一眼, 就找到了我的报告单, 秦璐CG阳姓。 我打电话给陆阳, 告诉了他这个好消息。 他的声音透着欢快, 太好了宝宝, 等我回家。 连带着我也笑了。 说实话, 我还没做好当妈妈的准备, 但一想到能和陆阳 有一个爱情的结晶, 那感觉也还不错。 我和陆阳是大学同学, 他长得不错, 成绩也好, 就是家里条件不太好。 但那也挡不住 无数女生对他的追求。 而我, 则是被他追求的。 和他在一起的这几年, 我一直没有告诉他 我真实的家庭情况。 不过既然都怀孕了, 那就意味着离结婚也不远了。 在我印象中, 他一直都是个很要强的男人。 看来, 我要微晚点告诉他, 陆阳回来前, 我刚跟我爸妈打完电话, 他们对于我未婚先孕很不满, 但是已至此, 只能快些把结婚提上日程了。 陆阳啊, 反正我们这边的规矩你也知道, 嫁女妈, 嫁妆是彩礼的三倍, 你又是我们家心甘甘, 爸爸给你陪嫁五倍, 反正可不能让我们宝贝女儿受委屈咯。 我捧着手机, 开心道, 谢谢爸爸, 等过段时间, 我就带着陆阳回去见你们。 电话刚挂断, 陆阳就回来了, 他连鞋都顾不上托, 就直奔我而来。 陆阳, 谢谢你。 他抱着我, 感激道。 我脸上爬上飞红, 推开他, 哪有什么谢不谢的, 不过说来也奇怪, 咱俩都做好措施了, 怎么还会怀孕呢? 他不自在地咳了一声, 再好的措施也会有意外吗? 这都是正常的。 我点点头, 没再多想。 陆阳, 既然我都怀孕了, 我们也得把结婚提上日程了吧。 双方家长见面, 订婚, 拍婚纱照, 再到结婚办酒席, 我可得在我没显怀之前搞完。 他松开我, 坐在我旁边, 双手不自然地搓着, 陆阳啊, 你们那边彩礼是怎么算的? 陆阳家条件并不算太好, 但要真说是贫困, 倒也不至于。 再加上他毕业后, 我背着他, 把他安排进了我爸朋友家的公司, 工资也还算理想。 见他紧张的样子, 我打去道, 我们那边嘛, 倒是没有具体的数字, 不过一般都是越多越好, 毕竟, 毕竟我们那边嫁女都是赔三倍嫁妆的。 我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打断, 那太好了, 既然没有具体的数字, 就按我们这边来吧。 我被他打断, 愣了一下, 示意他继续。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八万八, 但是你也知道我们家条件, 六万六怎么样? 六万六, 我给他安排的工作, 一个月都有两万多了, 三个月的工资就要娶我。 我松开他拉着我的手, 却还是保持着效益, 行啊, 我没问题, 反正你给的越少, 我赔的也越少。 他像是松了口气, 揽着我说, 咱们路路最好了。 本来以为彩礼这件事就这么过了, 结果没两天, 又出了幺蛾子。 趁着周末, 我叫上叶蔓蔓, 又约了本市最大的婚礼策划公司, 首席策划师到我家。 在策划师一通彩虹屁下, 我大手一挥, 就要定下二十W的套餐。 就在这时, 路阳的电话打了进来, 路路啊, 我把你怀孕的事跟我妈讲了。 察觉到她语气中的不对劲, 我起身走到卫生间。 然后呢? 我妈的意思是, 我们家刚买了房, 现在还在还房贷, 你又怀了孕, 这彩礼能不能再少点? 六万六还要少。 我压住火气, 继续问, 那你妈觉得多少钱合适? 她愁愁着开了口, 一万零一怎么样? 万里挑一, 挺好的。 好一个万里挑一, 半个月工资就要娶老婆呀。 我语气明显不好了起来, 才离我无所谓, 反正后悔的是你。 那钻戒, 三金, 改口费, 还有婚礼酒席那些呢? 路阳的话还没说完, 手机就被夺了过去。 她妈妈的声音透过听筒传来, 陆陆啊, 我是洋洋妈妈。 我的意思呢, 就是你们俩先去把证给领了, 至于结婚什么的, 不就是个过场吗? 简单办下, 能把份子钱收回来就行了。 至于钻戒, 三金那些, 就算了吧, 省点钱留给孩子, 不好吗? 我直接给气笑了。 也不管她妈还在那边说着什么, 他们家买房, 我没出钱, 不知道路阳压力有多大等等的话, 直接给挂了电话。 什么买房, 我没出钱。 我是没出钱, 那是因为买房的事我根本就不知道。 我还记得路阳当时拿着房产证给我看, 开心地说我们终于有一个家了。 我打开看去, 赫然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这算哪门子的家? 歉意地送走策划师后, 我摊在了沙发上。 叶曼曼拉着我, 说这样对胎儿不好。 我又不得不坐起来, 重重地叹了口气。 我和叶曼曼是大学室友, 她是本地人, 也是唯一知道我家情况的人。 路阳则是考上了省会, 大学毕业后就一直留在了这边。 我考虑到确实喜欢这个城市, 也舍不得让路阳为难, 回家了两个月后, 毅然决然地抛下超一线城市的繁华, 来到了这边。 现如今, 路阳妈妈的话还缠绕在我耳边, 我第一次对我的决定感到后悔。 路阳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会是看你怀孕了, 趁机占你便宜吧? 我低头看着手, 虽然很不愿意承认, 但我也确实有了这种感觉。 可是, 之前在大学的时候, 她不是很要强的吗? 平时和我出去吃饭, 都会尽量请我。 什么时候请女朋友吃饭, 也算是优点了。 你怎么不算算你送她的那些礼物呢? 我早就不赞成你们在一起了, 反正你可不能妥协, 要是妥协了, 以后日子有你受的。 见我皱着眉, 她又安慰我, 男孩和男人, 总归是不一样的, 你可别带着以前的滤镜看她。 要是你俩真吹了, 大不了这孩子我养。 我称道, 什么呀, 要是她真是这样的人, 我可不会再和她在一起了。 自那次不愉快的对话后, 我和路阳陷入了奇怪的冷战中。 当然, 这期间她也联系过我, 但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 我再怎么生气也不能就这么挂了她妈的电话, 太不礼貌了, 甚至还想让我去给她妈赔礼道歉。 然后我一气之下, 把路阳的联系方式全拉黑了。 没想到, 她索性也不再找我, 大有耗着我的意思。 叶曼曼接了杯水递给我, 问我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段时间, 她怕我心情不好, 就搬过来和我一起住, 整天为了我忙前忙后。 和路阳这个孩子父亲相比, 真是高下利剑。 我摸了摸平坦的小腹, 叹了口气, 我给她打电话让她过来谈谈吧, 看看她的态度。 要是他们家完全不在乎我的感受, 大不了就打掉这个孩子。 说出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明显感受到我的心颤了一下,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难受了。 我给路阳打了电话, 没想到, 一同来的还有她妈。 如果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路阳她妈, 那就是识快。 她很努力地想要做出一副 为我好的样子, 但眼里的贪婪却怎么也遮不住。 我请她们坐下, 开门见山道, 这婚, 你们到底还想不想结? 路阳刚想要开口, 就被她妈轻轻按住手, 示意她别讲话。 很小的动作, 看来路阳今天是没有什么话语权了。 我失望地看了她一眼, 直接将目光对准她妈。 是这样的呀, 露露, 婚肯定是要结的, 但是我们家情况你也知道, 杨阳她爸走得早, 我一个人辛辛苦苦拉扯她姐弟俩长大也不容易。 我其实是觉得领个证就行了, 你这都马上当妈的人了, 还弄那些花里胡哨的干嘛呢? 但是既然你这么想办婚礼, 那这酒席钱就得你加给了呀。 这话什么意思? 让我家花钱办酒席, 然后你家收份子钱, 怎么想得这么美呀? 我的沉默大概是给了路阳他妈极大的鼓舞, 于是他又继续道, 我们家给你一万零一的彩礼, 也不要你带回来, 你就用那些钱买些三斤什么的。 我们这给了彩礼, 也买了三斤, 房子也没让你出钱, 你赔辆车不过分吧? 我听得一愣一愣的, 第一次知道账还能这么算, 空手套白狼也不过如此了。 况且什么叫房子没让我出钱, 我要真嫁过去, 不还是要跟路阳一起还房贷? 我忍不住反问道, 难道你以后嫁路阳姐姐的时候, 就打算这样, 他妈打亮了我一眼, 这叫什么话? 你这怀了孕能跟路阳他结比吗? 现在除了路阳, 还有哪个男人娶你啊? 叶漫漫实在听不下去了, 护在我身前, 你少拿怀孕这是拿捏路路, 他不是本地人, 我是。 我长这么大, 还没听说过谁家结婚就给一万零一, 还要女方出酒席的。 路阳一听这话, 立马站起来, 夜漫漫, 你少在这掺和我们家的事, 尤其是对我妈说话客气点。 见儿子替他撑腰, 路阳他妈继续语不惊人死不休, 露露, 你朋友说得对, 一万零一是有点少。 既然这样, 为了路阳和你的面子, 对外就说八万八吧, 也好听。 我这才意识到, 我之前的退让是多么的可笑。 这场所谓的商量, 最后以我和叶漫漫阴沉的脸色告终。 临走前, 路阳他妈还在灌输着, 怀孕了就是不自爱, 要认清现实的狗屁言论。 我气得直接就预约了第二天的人流。 当天晚上, 我和叶漫漫躺在一起, 聊起了我们的大学时光。 他问我, 你真确定好要打掉这个孩子了? 我迷茫地看着天花板, 却还是坚定地点了点头。 短短十几天, 就足以看清一个人了。 我的退让 不会让他们家心存感激, 只会让他们提出更多, 更无理的要求。 这个时候, 及时止损, 真的是最好的方法了。 叶漫漫戳戳戳我, 你说, 要是他们家, 知道你家这么有钱, 会不会后悔死啊? 还没等我回答, 他又自顾自说下去, 不过还好, 没让他们知道, 现在他们以为你条件一般就拿捏你, 要是知道你家有钱, 估计就想直接凤凰男上位了。 我靠着叶漫漫, 听他怒骂陆阳, 突然感觉很好笑。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咱俩挤在一个床上, 你也这么跟我吐槽陆阳。 哼, 你要是早听我的就好了。 是啊, 我要是早听你的就好了。 第二天, 我们早早起床, 叶漫漫帮我收拾着东西, 问我身份证医保卡那些都在哪儿。 我在卫生间洗漱, 大声喊着, 应该就在我床头柜下的抽屉里吧。 等我出了卫生间, 却看见叶漫漫神色凝重地坐在沙发上。 怎么了? 他抬头看我, 让我做好心理准备。 我被他弄得也有些紧张, 问他到底怎么了? 只见叶漫漫缓缓摊开手, 手心里赫然是一个套, 一个不好的猜测浮现在我脑中。 我举起来, 透着光, 可以清晰地看见包装上的小孔。 连想到当时我质疑, 为什么会怀孕时 陆阳不自在的神情, 一切都说得通了。 我紧紧捏着, 身体止不住地发抖。 如果说在今天之前, 我对陆阳只是失望, 那么从这一刻开始, 我只感到深深地恶心。 我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 直接给陆阳打去了电话, 是不是你动了手脚? 陆阳, 你他妈还是个男人吗? 他有些紧张, 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 他妈的声音隐隐传过来, 不知道在跟陆阳讲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 他才开口道, 陆陆, 既然你都怀孕了, 就别在意这些了, 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 我被他的不要脸气地发抖, 谁要跟你结婚? 你们一家的吃相 简直太难看了, 我不会让你如愿的。 在挂断电话前最后一秒, 我准确地听到了陆阳他妈的话, 别管他, 等月份大了, 他就不狂了。 我无法想象陆阳是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 等到了医院, 我还是哭得泣不成声, 直到医生的一句话, 才让我回过神来, 你这也没怀孕, 打什么胎啊? 我和叶曼曼都愣住了, 忙问医生这是什么意思。 他浮了浮眼镜, 看着我的病历表, 你就是秦禄是吧? 这就说得通了。 你前段时间是不是来检查过一次? 我点点头, 你拿错化验单了, 那是和你同名同姓的, 单子年龄都对不上, 你都没发现啊。 医生的话如同平地惊雷一样, 狠狠地把我炸住了。 我压着内心的激动, 继续问道, 那, 那我前几个月都没来姨妈。 那是你作息太不规律了, 回头你去拿点中药, 调理调理就好了。 我胡乱地擦着脸上的眼泪, 拉着叶曼曼的手, 不停地说太好了。 等出了医院, 我们俩脸上还是压不住地开心。 叶曼曼问我, 你打算怎么跟陆阳讲? 说你把孩子打了, 气死他。 我摇摇头, 眼神里是从所未有的郑重。 不, 没有我, 还会有下一个受害的女生。 既然她们想用孩子来拿捏我, 那就让她们也尝尝 被孩子拿捏的滋味吧。 大概是原本的悲伤 变成了莫大的惊喜, 才让我有了这个想法。 不过这份冲动在我回到家后 不久就冷静了下来。 我也真是被陆阳一家气昏了头, 第一反应竟然是报复她。 我想什么呢? 这样的男人, 我还不跑。 叶曼曼也肉眼可见地 心情好了起来, 揉了揉脸, 说道, 这真是老天开眼, 要不然咱俩出去吃点好的庆祝一下。 算了, 不行不行, 我还没化妆, 还是点外卖吧, 我多点些。 她自言自语着, 就开始点外卖。 而我坐在旁边, 看着我和陆阳 一点一点布置起来的家, 短短几天, 竟然就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这套房子是我确定要定居这个城市后买的, 不算很大, 两居室。 那时候的陆阳已经和别人合租好了房子, 一套三室一厅, 他住在侧卧。 他不是没有想过搬过来和我一起, 但是又舍不得那边已经付过的房租, 于是只能作罢。 我拉着他和我一起布置我的第一套房子, 每一件物品都饱含着我对未来的美好幻想。 他也很配合, 只是偶尔会不经意讲租来的房子, 至于这么劳心费力吗? 事实上, 我并没有跟他谈起这套房子是租的还是买的, 但是在他的潜意识里, 一直都还是觉得我应该是不如他的存在。 所以后面他拿着第一笔项目提成付了首付, 还没装修好, 就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 同时也会有意无意地在我面前炫耀, 眼底的自得清晰可见。 我当时只觉得他大概是太过开心, 却忽略了那细微的不屑。 我收回目光, 过两天我就找搬家公司来, 把这些都给拆了。 有些东西, 眼不见心不凡。 夜漫漫感慨道, 还好你恢复得快, 不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你呢。 我苦笑了一下, 哪里是我恢复得快? 好歹五年多的感情, 在冷静的人又能多快地走出来呢? 只是我还尚存一些理智。 他们家今天能做出设计我怀孕, 用孩子来拿捏我这样的事, 就已经摆明了不重视我的态度。 要是我真嫁进去, 我以后还能有什么好日子过。 我下定了决心远离陆阳一家的时候, 他妈和他姐却找上了门。 门铃响起, 我放下筷子往门那边走, 叶曼曼, 你到底点了多少外卖呀? 我想我是能感受到叶曼曼的快乐的, 不为别的, 就凭他点了一整张桌子的外卖。 他划着手机, 疑惑到, 没有了吧, 应该齐了呀。 话音还没落下, 我就已经打开了门。 门口赫然站着陆阳他妈和他姐。 陆阳他妈挽着他女儿, 眯着眼上下打亮了我一眼, 也不知道你给杨阳吃什么迷魂汤药了, 他还怕你去做人流。 我就说嘛, 你怎么舍得错过我儿子这么好的对象? 他便说, 就自顾自地撞开我, 静止进门。 外面下了小雨, 他把伞直接扔在鞋柜旁, 湿漉漉地携带着泥水, 瞬间就在屋子里留下两行污渍。 我揉了下被撞得发疼的肩膀。 正要拽住他的时候, 就听到他夸张的喊声, 你怀着孕, 就吃这些东西。 你要是吃坏了, 我孙子怎么办? 他粘起一块炸鸡, 这种垃圾食品, 都是激素。 你是想让我孙子长四条腿吗? 我冷笑一下, 要是真随了你们家, 那确实和四条腿的没什么区别了。 还有, 他又拿着筷子戳着三文鱼, 这么生的东西, 不知道有多少寄生虫, 你这个妈怎么当的? 他这边还没讲够, 陆宇就戳了戳它, 向旁边使了个眼色。 下一秒, 大闸蟹。 大闸蟹是寒性的东西, 你不知道吗? 你们年轻人, 不都会上网吗? 你去看看网上怎么说的, 孕妇能吃这个吗? 说完, 他又不动声色地坐下, 而且陆陆, 也不是我说你, 一点家教都没有。 现在的确是大闸蟹的季节了, 你们小年轻贪嘴, 我也能理解, 不过你就没想到, 给我和陆阳姐姐送点过去, 也不知道你爸妈怎么教的。 说这话的时候, 他的眼一直往那桌上瞅, 我甚至可以看到, 他吞咽口水时喉咙的波动, 手也偷偷摸摸地伸了过去。 我冷冷地看过去, 说这句话之前, 先把你放进嘴里的大闸蟹, 给我吐出来。 不问字取, 就叫做偷你懂不懂。 既然你说我没给你们送礼, 是我没家教, 那你怎么不说你儿子, 也没提过东西, 去看看我爸妈呢? 他像是听了多大的笑话一般, 你爸妈在哪儿呢? 陆宇也勤着笑, 靠在他妈身边, 看我时不自觉地 抬高了他的下巴。 我突然明白, 原来他们想拿捏我的原因之一, 是我远嫁。 在他们看来, 我没有家人撑腰, 这里仿佛就是他们的地盘。 我攥紧了拳头, 指甲按尽手心的疼痛 让我回过神来。 你信不信? 如果我告诉我爸, 两个小时后, 他的手一定会打在陆阳的脸上。 我脸上是无比认真的神色, 事实上, 我确实能够这么做。 陆阳他妈也被我震了一下, 不自然地扯开话题, 我不跟你讲这些, 反正是杨阳让我来看看你, 怕你真去流产了。 他也真是瞎操心, 既然你没事, 就也收收心, 在家好好想想现在的形势, 毕竟我们杨阳还是很受欢迎的。 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 我敏锐地捕捉到他语气中不经意地得意。 什么意思? 陆宇半天没说话, 这个时候也忍不住开口, 还能什么意思? 我弟弟青年才俊的, 再找一个也不是多难。 你以为谁像你啊? 带着个肚子, 还好意思问我们家要彩礼。 我皱着眉头没说话。 行了, 那我们就先走了, 这些东西, 我们就给你拿走了, 省得你乱吃, 影响我孙子。 陆阳他妈边说着, 手上也不闲着, 和陆宇一起搂桌上的菜。 我给叶漫漫使了个眼色。 他点点头, 架起手机开始拍摄。 不是, 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陆宇见着架势, 连忙用手挡住脸。 我靠在椅子上, 看他们手忙脚乱地 想去抢叶漫漫的手机。 我还是那句话, 我开口道, 不问字取就是偷。 之前, 我听陆阳跟我说过, 你谈了个不错的对象, 还是一个单位的。 你说, 如果我把这条视频 发给他们家, 会怎么看你们呢? 视频里的陆宇 毫无形象可言, 尤其和他妈在一起, 贪婪之色异于言表。 陆阳他妈倒是满不在乎, 你少吓唬我们, 一个视频而已, 能怎么看我们? 陆宇却偷偷变了脸色, 拿几份外卖不是什么大事, 但偏偏他男朋友极其好面子, 属于那种兜里没钱, 还非得装阔请人吃饭的类型。 陆阳也没少跟我吐槽这件事。 果不其然, 他把手上的袋子往桌上一推, 装什么呀, 几份外卖而已, 也值得你这样, 真丢人。 的确, 几份外卖不值得。 但那却花了夜漫漫小半个月的工资, 光那十几只大闸蟹, 就要小一千块钱。 他推诿说, 没化妆, 不想出去吃, 其实是早就看出了我心情不好。 他尽力地调动我的情绪, 可不是为了给这两个人占便宜的。 陆阳他妈显然也是想到了, 你这个坏女人, 这可是你未来的大姑姐啊。 你让她在未来婆嫁面前丢人, 对你能有什么好处? 你以为谁都像你这样, 不自爱未婚先孕, 我们家女儿嫁过去是要享福的, 可不是受罪的。 等她们愤愤不平地走后, 我才明白, 原来巴掌打到自己身上也是会痛的。 等她们走后, 我拉着夜漫漫继续吃饭, 好歹是花钱买来的东西, 可不能浪费了。 不过陆阳他妈的那句话, 却一直回响在我耳边。 我问夜漫漫, 你说, 什么叫她儿子很受欢迎呢? 可能就是故意诃你的吧, 想让你有危机感, 然后早点嫁过去。 怎么了? 你不会真的被洗脑了吧? 她有些担心地问道, 我摇摇头, 既然都已经死心了, 又怎么还会被洗脑? 没有就好, 要是她妈说的是真的, 也不知道哪个倒霉的姐妹看上了她。 夜漫漫漫不经心地包了个下, 感慨道, 她这句话却一语点醒梦中人。 陆阳的所作所为, 虽说让我难过, 让我唾弃, 但我心上闷闷的感觉, 一定不是因为她。 但夜漫漫的话, 却让我明白了, 我原本就对陆阳的行为不满, 这种不满, 不仅源于她对我的伤害, 更是一种被侮辱感和无力感。 作为女性, 我仿佛被道德和世俗绑架, 明明孕育一个孩子是两个人的事情, 但这件事情的发生, 却成为了独属于女性的枷锁。 这太不公平了。 我抬眼看向夜漫漫, 满脸认真, 漫漫, 如果真的有女生喜欢陆阳的话, 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一下。 她面露迟疑, 有些不赞同道, 我觉得还是不要了吧,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算你去说了, 人家也不见得念着你的好呢。 夜漫漫的话不是没有道理, 或许人家早就知道了 这件事也心甘情愿, 亦或许倒打一耙, 反而觉得我别有用心。 但是那又怎么样呢?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事情。 既然自己淋过雨, 就理当替别人撑起一把伞。 后来一段时间, 陆阳也找过我几次, 跟我说他最近在忙一个大项目, 让我再好好想想结婚的事, 不要再无理取闹了。 闹闹闹, 这是他对我说过的最多的话, 语言贫瘠的背后, 是他毫不占理的现实。 没办法指责我, 他也只能不停地劝我不要再闹。 我也问了陈叔叔, 也就是我爸的朋友, 陆阳公司的老板。 据他所说, 最近公司有一个很好的项目, 按理来说, 这项目还轮不到陆阳来做, 但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面公司却只名点了他。 而陆阳也确实不负众望, 做出了让对方十分满意的策划书。 等这个项目推进落实后, 他就可以获得一大笔奖金。 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陆阳和我说话的态度愈发不一样了。 陆阳, 我妈也都是为了我们好, 那钱你之前也说了, 要留着用在我们小家, 那给不给还有什么必要吗? 你也理解一下我们家, 等你嫁过来, 你就专心在家带孩子, 以后我负责赚钱养你们。 我毫不犹豫地拒绝, 我有我自己的工作, 不可能在家做全职妈妈的。 不过, 你都说了我会把钱带回去, 不如多给我点, 说出去还好听呢。 那怎么能一样? 那不就成你的婚前财产了吗? 他嘴一快, 说出了他心里真实的想法。 我翻了个白眼没说话。 而陆阳沉浸在即将当爸爸的喜悦中, 也以为我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 继续输出他的想法。 说实话, 我真的建议你离职, 就算你不辞职, 你觉得哪家公司还会再继续要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呢? 还不如就在家相夫教子, 而且又不要你出门挣钱, 这不就是在家享福吗? 明明是很不合理的事情, 他却理所当然地说出, 我知道你现在挣得比我多, 不过这都是不长久的。 等我这个项目完成了, 也就能升职加薪, 还有一大笔提成, 肯定要比你那个工作有前景。 事实上, 我之前最欣赏陆阳的一点, 就是他很有上进心。 在大学时期, 他就一直担任学生会的主席, 成绩也一直都不错。 工作后, 也勤勤恳恳, 虽说升职得慢, 但也一直都算是很努力。 但是这一切的改变, 就是我正式入职我们家的分公司后。 他第一时间问我工资多少, 我随口报了个数, 就看见他慢慢变了脸色。 后来我才知道, 我随口报的薪资, 正好比陆阳的工资多一些, 自那之后, 他就不再支持我上班。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我才发现, 有些人的自尊心, 原来是要靠打压自己的伴侣来实现。 那些所谓的职场歧视, 性别歧视, 反而就来自于身边最亲近的人。 我懒得和他争论, 直接问他, 你跟我说这些? 是打算把这些钱用作给我的彩礼。 陆阳被噎了一下, 理直气壮, 那倒不是。 我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 那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是觉得, 每个月给我两千块钱, 然后让我顿顿四菜一汤, 置办好一切生活用品, 给你和孩子买好衣服裤子鞋, 顺便再把你妈和你姐伺候好, 然后月底再还给你一千块钱, 这就是你心中的养我们吗? 他捏如着不说话, 没办法, 我胃不好, 吃不下这么大的大饼。 见他这样, 我才问出我想要知道的是, 你妈来找过我了, 他说, 最近你和一个女生走得很近。 他闻眼, 脸上闪过慌乱, 嘴硬道, 哪有什么女生, 你别听我妈瞎说。 我点点头, 我就知道, 除了我, 还有谁能眼瞎看上你呢? 我太了解陆阳了, 他最爱跟我炫耀大学时期, 有多少追他的女生。 只是我当时蠢得要死, 只觉得他越受欢迎, 就显得我眼光越好。 所以我一击, 他肯定就会上套。 果然, 他反驳道, 谁说没有的, 我这个项目, 就是和他, 他讲到这, 又看了我一眼, 改了语气, 录录, 你也知道我能力出众, 受点欢迎很正常, 不过只要你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我也不会乱搞的。 都到这时候了, 还扑我, 但凡我没主见一点, 或许真的会因为他的话陷入自卑, 然后听他的话被他摆布。 不过现在的我, 早已不是当初的我了。 我默默地记下了他给的线索, 只要提醒完那个女生, 我和陆阳应该就再也不会有瓜葛了。 我再次去问了陈叔叔, 陈叔叔, 陆阳那个项目, 是和哪位女同事一起做的吗? 她坐在我的办公室, 端起茶赞赏地看了看四周, 听到我的话才回到, 那倒不是, 原本是个女主管, 在负责, 不知道怎么回事, 对面公司点名要她, 现在几乎这个项目是她在全权负责了。 那对面的公司是谁在对接? 她道, 是老齐的女儿, 就在我公司上面那一层楼。 哦, 你还不知道, 老齐就是那家公司的老总, 她女儿今年刚毕业, 进了公司, 就和陆阳合作这个项目了。 女人的直觉告诉我, 那个女生一定就是她。 那陈叔叔, 你有她的联系方式吗? 有啊, 我回头就推给你。 我满意地跟她道谢。 她抿了口茶, 感慨道, 我和你爸都是多少年的朋友了, 当时她让我多照顾你, 没想到都照顾到你男朋友身上去了。 你这一个人在这打拼, 还真弄出了点名堂出来。 听说你最近还在投标, 真是后生可畏啊。 我笑着硬贺, 还是我爸当时有远见, 说我想去哪儿他管不着, 但是必须要有自己的事业, 还好有他的教导, 不然我真成恋爱恼了。 我和陆阳情义正浓的时候, 也是想过在家当个贤妻良母的。 但是我爸却对我说, 我把你养这么大, 不是为了让你做一个没有思想的, 只能依附男人的家庭主妇的。 如果说这是你热爱的, 我不拦着你, 但如果不是, 你就必须做出一番事业来。 于是我开始把重心放在事业上。 我开始在这个城市筹备分公司, 每一步都是我在跟进, 所有人都在夸我做得好。 只有陆阳, 从不想了解我的努力和成就, 只会动动嘴皮子, 不懈地让我趁早辞职回家。 不过好在我没放弃我的事业。 这也是我在后面知道 陆阳一家的所作所为后, 并没有难过多久的原因。 毕竟我的生活, 不允许我一直难过颓废。 有了陈叔叔给我的联系方式, 我很快就联系到了齐元。 他脸上还有着刚出大学的稚嫩, 听完我的遭遇后, 气愤地涨红了脸, 亏我还挺欣赏他的, 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男人。 还没等我问, 他就把他的事情一股脑地说了出来, 我前不久刚到我们家公司上班, 有时候上班去的晚, 就会遇到他, 他每次都按住电梯门等我。 齐元的话, 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带回了大一。 我还记得, 我上早八时, 每次都起不来, 所以大多数时候都是踏着上课临近的教室。 我最开始注意到陆阳的时候, 就是我发现每次快迟到时都会遇到他。 他会按住电梯门, 对我说, 同学, 快点, 要迟到了。 然后我就会狂奔过去, 狭小的电梯空间里, 我轻声地对他说谢谢。 和他在一起后我才知道, 那是他每天早上故意守在教学楼外, 看到我的身影后, 就赶紧进电梯等我。 没想到, 一样的套路, 这次却用在了另外一个女生的身上。 我收回思绪, 继续问道, 我听说, 你是他们楼上公司老总的女儿, 这件事知道的人多吗? 他点点头, 都知道啊, 而且我爸还交给了我一个大项目, 就是和他们公司对接。 一开始是个姐姐, 后来她主动找到我毛遂自荐, 还说那个姐姐要备孕, 不能工作太多, 我本来对她印象就还不错, 就换成了她。 我承认陆阳是有些能力的, 但我没想到她会用这样的方式。 齐员穿着条漂亮的小裙子, 手撑在下巴上, 思考着要不要再换个对接的人。 他听说我要见他, 特地选了家新开的网红奶茶店, 整个背景泛着粉红色的泡泡。 我吸了一口奶茶, 问道,你就不怕我是骗你的吗? 齐员瞪大了眼睛, 对我的话有些震惊, 全天下这么多男人, 还值得咱们吵架吗? 况且,我还得谢谢你提醒我呢。 我也忍不住笑了, 他满不在意的态度, 却让我有种莫名的酸爽。 就是啊,全世界这么多男人, 这个不行,大不了再换一个, 还非得在一棵树上吊死吗? 我心情大好后, 直接给陆阳发去了消息, 通知了他我们正式分手的事。 起初他还不以为意, 觉得我又是在闹, 直到发现我已经把他的联系方式全删了, 这才匆忙地赶到了我家。 一进门,他就着急地看着我, 还好还好, 他冰着我的脸色, 又拉着我打量了半天, 我把手一甩, 皱着眉请他出去, 看来真的要搬个家了。 陆阳却直接越过我, 无奈地靠在沙发上, 说道, 陆陆, 你还要闹到什么时候, 彩礼对你来说就这么重要吗? 我怎么从来都没发现你这么败金? 他的眼神在我肚子上转了一圈, 他还以为我提分手, 只是想要更多的彩礼。 我抱胸看他, 我实话告诉你吧, 我根本就没怀孕, 不可能。 他想也没想地否定了, 也不知道是谁给他的自信。 你要是不信我随时可以和你去医院检查。 我八步的快点和他分开, 如果他要是还不相信, 我觉得让我在原地跳一段大幅度的 Breaking我都能接受。 陆阳还是不肯相信, 努力从我脸上得到些不一样的信息。 电视里却传来八点档的对话声音, 小文是我的孩子, 为什么当年不告诉我? 为什么要告诉你? 我们母子俩过得很好, 请你不要来插足我们的生活。 你知道的, 只要我愿意, 孩子的抚养权你是抢不过我的。 凭什么? 我就算拼尽全力, 也不会让你带走小文的。 很浮夸的对话, 两位演员的情绪都很到位, 私生历劫的声音传在客厅里。 我被吵得头疼, 伸手关了电视。 陆阳皱着眉看我的动作, 慢慢地又抚平了眉间, 原来是这样。 他理了理有些皱的西装, 夺到门前, 低下头看我, 陆路, 我妈说的还真没错, 你迟早有一天会拿孩子来要挟我, 他本来是劝我耗着你的, 但是我对你也真是有感情, 所以我愿意加些彩礼, 这样, 你应该满意了吧。 这副施舍的语气从他口中说出, 好像真的坐实了我是拜金女一样。 我冷漠地看着他, 你张口闭口都是彩礼, 你以为谁稀罕那点钱。 我从头到尾要的不过就是一个尊重而已。 你以为我心里不清楚吗? 你一遍又一遍地压彩礼, 甚至不惜设计我怀孕, 都是觉得我不配罢了。 不配那么多的彩礼, 不配一个婚礼, 更不配得到一个尊重。 但是我明白, 这种不配不是由于我的原因, 而是你贪婪算计, 自卑却又自负, 把你妈挡在前面, 自己在后面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满嘴地胡说八道。 你说, 你对我有感情, 我看是对你之前在我身上花的钱有感情吧。 别说我压根就没怀孕了, 就算我怀了, 我都得去打两遍才心安。 我总算把我想说的话都说出来了。 我对陆阳充满了厌恶, 他的做法是完全可以毁掉一个女生的。 他被我说得脸上挂不住, 拧着门把手就要走。 他临走前, 我感到我为李一阵翻滚, 大概是情绪太过激动, 我在洗手池处吐了个昏天黑地。 等我再回去时, 就只能看到敞开着的大门, 卷进一股风, 在屋里晃晃悠悠地, 吹走了陆阳来过的晦气。 陆阳愤愤离去的第二天, 我约了搬家公司。 但是不巧, 我竟然得了急性肠胃炎, 上土下泄地在医院躺了两天后, 才拖着病体被叶曼曼送回了家。 还没到单元楼下, 就看到那边已经围了一群人。 几声熟悉的哭喊声从人群中传来, 我心中一阵, 顿时警铃大作。 哎哟, 我命苦啊, 辛辛苦苦拉扯大两个孩子, 好不容易都谈了对象, 结果这个儿媳妇还没进门, 就怀了孩子要挟我们家给彩礼啊, 天道不恭啊, 天道不恭。 就是啊就是, 我这个准弟妹, 就是个拜金女, 就是图我弟弟的钱, 我弟弟之前给她花了不少钱呢。 我气得发抖, 跑过去扒开人群, 就看见他们俩手腕着手。 齐刷刷地坐在地上大哭, 有几个大妈蹲在旁边劝着他们, 看到我时, 满脸都是鄙夷。 大姐们, 你们给我平平礼啊。 陆阳他妈拉过一个大妈的手, 继续哭道, 我儿子在大公司上班, 房子也都买好了, 他嫁过来, 那不就是享福吗? 而且还有我在家给他带孩子, 能累着他什么, 嫁过来不就是享福吗? 仗着自己怀孩子, 想要长彩礼, 还骗我儿子说什么, 没怀孕, 肯定是想带着我大孙子走啊, 太坏了, 太坏了。 那天我去看他, 发现他竟吃一些寒凉的东西, 还有生的食物, 你们说说, 这哪有一个当妈的样子? 果然, 听到这话, 周围的人看我的眼神愈发不满。 毕竟他们或许可以接受一个 想要彩礼的儿媳, 却不能接受一个不负责任的母亲。 我只好苍白地解释, 我没有怀孕, 也没有以此要挟他们家, 反而是他们家, 设计我怀孕, 还对彩礼一压再压。 没有人听我讲话, 陆阳他妈哭喊的声音 极具影响力, 几乎在场的 所有人都被他带偏。 我从包里摸出手机, 毫不犹豫地打了110, 喂, 警察同志, 我要举报这里有人扰乱社会秩序, 影响居民生活, 而且还造谣诽谤。 我这句话说得可谓是咬牙切齿, 他们俩都被吓了一跳, 一时之间停了哭。 我见状有作用, 也微微松了口气, 不过下一秒, 他们就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 想赶我们走, 没门。 我们说的是事实, 你怀着孩子不肯嫁, 不就是因为彩礼吗? 我哪句话说错了? 反正我不走, 天王老子来了都没有用。 我这才发现, 面前这个中年妇女 对偷换概念玩得有一手。 我的确是因为彩礼不肯嫁, 但那可不是因为我坐地起嫁。 而我也已经看清了状况, 我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我的话, 反而陆阳他妈极具感染力, 引得在场的人频频落泪。 我翻着手机, 想找出当时拍的那张化验单, 却发现因为我删掉了陆阳, 连带着那些内容也全部删完了, 就在我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叶曼曼站在了我面前, 你就继续闹吧, 反正现在不是你的错, 就是陆路的错呗, 正好去警局一趟, 到时候无论把你俩谁抓起来, 也都算留了案底, 到时候你孙子, 还有以后的外孙子, 可就直接失去了考工考编的机会, 你自己看着办吧。 叶曼曼吓护卓陆阳他妈, 对他来说, 进了警察局, 确实就和去了监狱没什么区别, 果然被唬得一愣一愣的。 陆语也有些呆滞, 在这样的情况下, 也忘了思考, 和他妈一起停止了哭泣, 两个人慌忙地从地上爬起来, 临走前还不忘了跟我放狠话, 我这是为了我的大孙子才走的。 反正我们家, 你是嫁也得嫁, 不嫁也得嫁, 就算不嫁, 也得把我大孙子生下来才准走。 我还会再来找你的。 我精疲力竭地回了家, 楼底下议论的声音仿佛还回荡在我耳边。 我是外乡人, 在这里也没什么亲人, 夹带着方言的话落在我身上, 让我有种茫然的痛苦。 夜慢慢扶我到了床上, 见我虚弱的样子, 也不自觉地红了眼眶。 我安慰她, 没事的, 我很快就搬走了。 她却突然定定地看着我, 露露, 你还记得那天从医院出来, 你说过什么吗? 我低着头思考, 我说的是, 没有我, 也会有下一个女生受害。 我也确实做到了帮助别人, 哪怕只是一个。 不, 你还说, 既然他们拿孩子来拿捏你, 就要也让他们尝尝被拿捏的滋味。 我支持你和他们断绝往来, 但现在看来, 你不招惹他们, 他们也要来招惹你。 你以为你说出你没怀孕的事, 就能顺利脱身。 但我看今天的那个形式, 我毫不怀疑你把证据甩在他们脸上, 他们下一秒就能管你要露霜 在你身上花过的钱。 等天报应太晚了, 既然如此, 不如将计就计, 让他们也体会一下, 你的感受。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叶曼曼这副样子, 大概也是被气狠了。 他的话却让我觉得很有道理, 我的退让并不能让他们有所收敛, 只会成为他们变本加厉的借口。 我当然可以抛下一切远走高飞, 可是凭什么呢? 我想要留在这座城市, 不仅是因为路阳, 更是因为我对他的热爱。 可是当事情发生的那一刻, 我能想到的却只是逃离这座城市, 凭什么是我走? 该走的人是他, 是做错事的人。 我也可以选择把所有证据整理出来, 轰轰烈烈地放到网上, 但这样的行为, 无疑也会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 既然这样, 不如就用他们对待我的方式对待回去, 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 所以第二天, 我接到陆宇气急败坏的电话的时候, 一点都不惊讶。 他在电话里大喊着, 问我到底想干什么。 背景声音是他妈局促的解释声。 我挂了电话, 站在路阳家单元楼下不远的地方, 看着这一场闹剧。 叶漫漫看得上头, 说道, 怎么样, 我这三姑奶奶给力吧。 没错, 这就是我和叶漫漫安排的。 他请了他家中最会骂人的三姑奶奶 以及三姑奶奶的小姐妹们, 一起到了陆阳家小区。 早上九点, 正是大爷大妈们送完孩子又买好菜的时间。 他们学着昨天陆阳他妈的样子, 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 哎呦, 我们家乖乖命苦啊, 贪到个这么样的人家。 趁着怀孕就压彩礼, 八万八的彩礼降到六万六, 又降到一万零一。 我老太太活了这么多年, 都没见过这么会算计的人家呀。 呜, 我们家说不嫁了, 他们家又不愿意, 到处造谣抹黑我们家乖乖, 又想好, 又想巧, 养头老驴还不想喂草。 这不就是明摆着欺负人吗? 就这都算了, 连九席都想让我们女方家出啊, 三斤改口费都没有, 哪家姑娘家嫁人这么受委屈的呀? 这句话戳了陆阳他妈的痛点, 立马接嘴道, 你那算哪门子的姑娘, 未婚先孕还姑娘呢? 眼看就要吵起来, 三姑奶奶却擦擦眼泪, 掏心窝子似的拽着几个大妈讲, 我今天到这来, 也不是想闹什么, 我就是想求求他们家 别再缠着我们家了。 我们惹不起, 难不成还躲不起吗? 三姑奶奶和他那一群小姐妹们 都快七十了, 此时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相比下来, 陆阳他妈和陆宇就逊色了很多, 只能在旁边气得直发抖, 开始口不择言, 谁稀罕他进我们家门啊, 我就只想要我的大孙子。 在我们乡下, 又能生又能干的女人多了去了, 那跟他似的, 还跟我儿子讲什么丁克的屁话, 要不是我设计他怀孕, 此言一出, 周围一片哗然。 陆宇被惊得连忙去捂他妈的嘴, 却为时已晚。 好啊你, 亏你还有女儿, 还这么设计小姑娘, 你怎么不让你女儿怀孕啊? 你怎么不去跟你亲家说, 你们家不要彩礼啊, 你们家怎么不倒贴啊? 周围的人群里传来打抱不平的声音, 还天天在我们面前炫耀你儿子, 这样的人渣也好意思炫耀, 真丢人。 别让我们知道, 你们家以后和谁家结亲, 不然我们都得去说道说道。 周围的声音愈演愈烈, 还有几个人起哄, 把孩子打了。 不能给这样的人家生孩子。 陆阳他妈听到这, 直接吓得瘫坐在地上, 不能打呀, 不能打呀。 等我过去的时候, 周围的人自动给我让了一条道。 陆语懒着他妈, 看我的眼神充满了恨意。 毕竟这是一出, 对他嫁人也是种影响。 而他妈手足无措的样子, 一如昨天的我。 最后还是陆阳回来, 结束了这一场闹剧。 他掺着他妈回家, 阴沉着脸看我。 我让叶曼曼先带着三姑奶奶他们回去, 然后跟着陆阳一起上了楼。 一进门, 他就猛地摔碎了手边的一个陶瓷百剑。 秦璐,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蛮不在乎到, 你妈昨天不是也去我家闹了一遍吗? 礼尚往来而已。 她揉了揉太阳穴, 你不就是想要彩礼吗? 我给你六万六, 可以了吧? 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我都能看到他妈想要冲上来拒绝的冲动。 但是大概是被刚才的阵仗吓到, 还是没说出反对的话。 我顺手拉了个椅子过来, 摸着平坦的小腹坐下, 六万六。 我看不上, 现在要是想娶我, 最起码十八万八。 你疯了吗? 你现在都是个有孩子的了, 谁给你的勇气敢这么说? 我挑眉, 孩子啊, 你们一直想拿捏我, 不就是靠着这个孩子吗? 路阳他妈还是没忍住, 冲到我面前骂道, 你这个贪心不足蛇吞象的女人, 想钱想疯了吗? 你怀过孕, 你看哪个男的还要你, 他话还没说完, 就被我立声打断, 路阳没结婚, 就在外面有了个孩子, 我生下来以后, 他每个月还要给工资 一小半的抚养费。 那我也看看, 哪个女生会嫁到这样的家里, 看哪个女生愿意年纪轻轻, 就给别人当后妈。 你们不是最爱好着我吗? 我有的是时间跟你们耗, 你们想找人说别的亲, 也得考虑下现在的形势。 还有, 你口口声声一口一个大孙子, 我也告诉你吧, 等这个孩子生下来, 他也只会随我的姓, 和你们路家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疯狂输出的一段话 彻底把他们震在原地, 他们能想到最坏的情况, 也不过就是 我把孩子打了, 却没想到 我竟然想要去赴刘子。 那些他妈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我都要还给他们。 回应我的 是三张沉默且震惊的脸。 梁九, 陆阳才看着我, 吐出一句话, 秦陆, 我算是看清你了,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真是闭口不谈。 我谈啊, 我怎么不谈? 只是我跟你谈感情, 你就跟我谈钱。 等我跟你谈钱了, 你又开始跟我谈感情。 这让我怎么谈吗? 我懒得跟他废话, 反正你们看着办吧, 我的工资可比陆阳高, 你们别想着打官司征抚养权的事, 百分之百是不占优势的。 陆阳攥着拳, 原本帅气的脸上被阴霾所覆盖, 看起来有些阴狠。 梁九, 他才从牙缝中吐出来个好字。 但是我也有个条件, 你必须要辞掉工作, 好好在家待产。 临走前, 陆阳还不忘再提条件。 没了工作的我, 可得比有工作时好拿捏多了。 我笑着开门, 爽快地答应下来, 行啊, 我从今天开始, 就不去上班了。 反正我就是老板, 去不去又有什么关系呢? 叶漫漫听完他们一家吃瘪的事, 笑得前仰后合, 真是太绝了, 对这样的人就该以牙还牙。 我也觉得痛快, 有时候, 恶人自有恶人魔, 还真是有点道理。 叶漫漫想到什么, 又凑过来问我, 那接下来怎么办呢? 你难不成 还真要和他结婚吗? 怎么可能? 我想也不想地就否定, 别忘了, 他现在最宝贵的东西, 可不是我和所谓的孩子。 我还真就安安心心 在家休息了两个多月。 陆阳不已有他, 也认定了我已经辞了职, 收心回归家庭了, 时不时地又开始在我面前洗脑, 想让我再把彩礼压低一点。 每到这个时候, 我就会毫不留情地对回去, 你直接别给了, 以后都留着当抚养费吧。 偶尔, 我也会听到陆阳他妈 对陆阳的叮嘱, 反正他现在也没工作了, 等你这个项目完成了 升职加薪, 他在想拿孩子要挟, 我们都没用了, 到时候, 抚养权还能抢过我们。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他们私底下的商量, 偶然听过几次后, 我才明白这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我就装作没听到, 每次继续以止气使地 让陆阳他妈照顾我, 没办法呀。 我爸妈都不在身边, 可不就得麻烦你了吗? 他被噎了一下,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又只能天天硬着头皮给我送饭。 最近, 陆阳越来越忙了, 项目马上到了白热化阶段, 可以说, 过了这段时间, 他这升职加薪 也算是板上钉钉了。 不知道他们家又商量了什么, 对我的态度明显也一落千丈。 在连续吃了三天 陆阳他妈送来的清朝小白菜后, 我觉得是时候了。 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冷, 我却很早地起来化妆打扮, 甚至还从衣柜里 找了件修身的裙子 搭在大衣里面。 临出门前, 陆阳给我打了个电话, 陆露, 我劝你还是再考虑一下, 只要你愿意, 咱俩明天就能去领证, 彩礼什么的就算了吧。 很没头没脑的一句话, 我却明白它是什么意思。 我毫不犹豫地挂了电话, 这次之后, 我和他是真的再没有联系了。 偌大的会议是, 我戴着口罩 坐在角落的工作人员背后, 完全降低了自己的存在感。 每个人都匆匆忙忙地拿起笔记本, 打算记录下来, 也有几句声音传入我的耳朵。 陆阳真厉害呀, 这个项目都能完成得这么好。 是啊, 我听说他几乎全程跟进, 我看这次啊, 升职加薪是稳咯。 七点五十八分, 陆阳穿着笔挺的西装从外面进来, 脸上满是意气风发。 在他身边的是娇俏的齐员, 不知道陆阳跟他说了些什么, 他低头露出一个腼腆的笑。 八点钟, 项目阶段性汇报正式开始。 齐员坐在最中间的位置, 给了陆阳一个肯定的点头。 随之而来的是陆阳沉稳地汇报的声音。 一项项成果在他的PPT上显示出来, 周围是此起彼伏夸赞的声音。 陆阳的声音也随着赞赏声逐渐拔高, 后续的工作计划也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的眼里全是正前方的齐员, 仿佛势在必得的不仅是项目, 还有他。 伴随着PPT的结束, 整个会议室响起高昂兴奋的掌声, 甚至有同事直接冲上去, 给陆阳一个大大的拥抱, 再庆祝他即将到来的成功。 掌声退去后, 所有人都看着齐员。 他向四周环视, 目光最后在我身上停顿了几秒。 陆经理, 你的能力大家有目共睹, 如果没有你, 这个项目不可能完成得这么好。 他清起薄唇, 给了在场所有人都想听到的回答。 可陆阳的嘴角还没来得及完全展开, 齐员又继续说道, 但是从现在开始, 我思要求更换项目对接人。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从门外进来一位短发的干练女性, 微微向齐员汉手。 在场所有人都被这一幕惊住了。 怎么是化解? 陆阳不是说他回家被孕了吗? 就是啊, 现在这是个什么情况? 陆阳显然也没反应过来, 不停地用眼神询问齐员。 在没有得到回应后, 他也有些着急, 齐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把这个项目做得这么完美, 你凭什么要换对接人? 齐员靠在椅子上, 不紧不慢地开口, 我还记得当时你来找我, 说化解有要回家备孕的打算, 我要是把这个项目交给他, 一方面耽误了化解, 另一方面要是化解备孕成功, 肯定没办法照顾好项目。 因此, 我才把项目交给了你。 但是据我所知, 你马上也要晋升爸爸了, 既然这样的话, 你肯定到时候也会专注家庭, 不如趁早放了这个项目给别人, 可不能耽误了你啊。 齐员刚说完, 化解也向大家解释, 我的确有备孕的打算, 但当时我接到了齐小姐公司的项目, 于是就搁浅了这个备孕计划。 没想到, 陆阳却趁机四处宣扬, 我第一时间就被上级劝退, 到手的项目也打了水漂。 我明明什么都没做, 所有人都忘了我之前的成就, 仿佛有了孩子的我就要成为一个职场废物一样。 不过我相信哈, 小璐肯定也是关心我才这样的, 好在陈总及时了解了情况, 既然小璐先我一步有了孩子, 那就像我当时那样, 好好回家照顾家庭吧。 在场的各位都不是傻子, 唇枪舌剑之间, 已经听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也有不少女生, 听完后看向陆阳的眼神也变了位, 利用女性职场劣势抢资源, 丢人又丢粪。 那一刻, 所有的掌声和荣誉都消失在了陆阳的面前, 取而代之的是无限的嘲讽和不屑。 会议厅的人都走后, 我才摘下口罩来到陆阳身边。 他像是抓住性命稻草一般, 紧紧搂着我。 很快, 他就发现了事情的不对劲。 他有些不可置信地看向我的小腹, 大衣内的修身裙子, 无疑不彰显着我没有孩子的事实。 你, 你把孩子打了? 我向后退了一步, 不, 我压根就没怀孕。 我拿错了化验单。 可是无论我怎么跟你们讲, 你们都不相信, 只能说, 你对你自己太自信了。 这个消息对他无疑是雪上加霜, 但他却没有放开拉着我的手, 露露, 我知道错了, 没有孩子也没关系, 我们还会再有的。 你清醒一点吧。 我甩开他的手, 从包里拿出了辞退通知, 扔在了他面前。 露阳没有去接, 他并不笨, 至少已经知道了这一切都有我的参与。 为什么? 你怎么会这么恶毒? 我变成这样, 对你又有什么好处? 我看着他歇斯底里的样子, 突然感觉有些好笑, 这么快就急着跳脚了。 我只是把本应该发生在我身上的事, 让你感受一下而已。 被造谣, 被压裁礼, 再被你扑放弃工作, 按照你的计划, 这些事都会发生在我身上, 不是吗? 你在做这些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这样对你能有什么好处呢? 你肆意地使用着世俗对女性的枷锁, 以此来谋取你更多的好处。 既然有了拿捏别人的打算, 就也要做好被拿捏的准备。 我丢下这最后一句话, 大步走出了公司。 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层, 终于闪出金光。 正如我的人生, 未来一片光明。 后继, 我和齐元见面的那天, 临走前, 他其实已经做好了要换对接人的打算, 和这样的人合作, 就算他有在出众的能力, 但人品不行, 都是对公司和项目的不尊重。 后来, 我想要让陆阳要尝尝被拿捏的滋味, 于是我再次联系了齐元。 我一边负责联系化解, 了解事情初始, 一边让齐元稳住陆阳。 毕竟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失去, 不就应该是在最巅峰的时候失去吗? 陆阳被辞退之后, 又投了几家公司, 均被拒绝。 乌漏偏逢连夜雨。 陆雨见我当时拿孩子要挟他们家, 狮子大开口, 要了十八万八, 于是也设计自己怀孕, 想要以此拿捏住他男朋友。 但没想到, 对方那老太太是比陆阳他妈还很一辈的角色。 放出话来, 你爱嫁就嫁, 反正彩礼没有, 你自己看着办。 陆雨哭着学我当时的样子, 那我就把这孩子生下来, 天天来闹, 我看你以后还怎么说亲, 你们家还得给我一大笔抚养费。 那边笑陆雨的天真, 你爱生不生, 反正谁能证明, 这孩子是咱们家的。 你要是敢闹, 你这辈子都别想踏进我们家门了。 陆雨没有打掉孩子的勇气, 最后委委屈屈地嫁了过去。 经此一事, 陆阳卖了房子, 带着他妈回了县城。 他找了个不大不小的工作, 再也没了当年的意气风发。 家里也给他说了媳妇, 是个脾气爆的, 天天在家和陆阳他妈对骂。 在后面的事, 我就不知道了。 彼时的我已经回去继承了家里的公司, 坐在最高处的办公室里, 灯火阑珊下, 看着下面的车水马流。 我也帮助了越来越多的女孩, 看着她们发光发热, 是我最隆重的使命。 你孩子说话吗? 你要不要打开啊, 那你送了家里的关系就行了。 我没有帮助了。 你咱就没有帮助了。 我没有帮助了。 我可以挣开我。 你觉得我不是能够了那种。